歡迎收看前線百分敗 台股熱當初也跟著火紅了 可是你知道嗎 當初陷制陷阱多得不得了 今天是二二八特別節目 明天那就三月份了 所以三月份的行情規劃 還有三月份第二季 會反映的題材跟機會股 今天也說清楚 講到了車市商機 您直接聯想的是電動車自駕車 不是只有這樣 包括了改裝車商機很大 到底情況如何商機又在哪 今天在特別節目當中 為您說清楚 介紹來賓 快快大哥你好 大家玩 柏傑 大家好 大家好 明哲 觀眾朋友大家好 講到了當沖 現在台股的當沖比例 已經沖廣到四成以上了 可是這是真實故事 粉絲這麼一問 我才想不會吧 怎麼那麼多的問題呢 粉絲說 某一天我當沖 義龍店2458 來明哲請上來 然後他的做法是這樣子 他先賣掉這個義龍店 掛賣價是176.5一張 可是掛賣的這一張 是原來他的庫存 當時買進義龍店 他的成本是205塊 賣的是這一張 但是當天後來又把它買進來 買進來的掛價是175.5 所以他是先賣後買的當沖 火大的是極股 你看205塊的原來庫存這一張 不見了 可是買進來的這張 沒有買成功 後來買買不成功 所以你到最後賠了3萬塊 你知道為什麼賠嗎 因為205減掉176.5 到最後把它賣掉 乘上一張彈 只有2.85萬 將近賠了3萬塊 先問明哲 到底這位粉絲 他出了什麼問題呢 最主要的一個問題 就是他沒有 他沒有所謂當沖交易的 這樣的一個資格 對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大家會覺得說 我就是做 大家都講說那個現股當沖 不是大家應該都可以做嗎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子 你必須要簽訂同意書之後 取得這個所謂現股當沖的資格 你才可以做這個所謂當沖的交易 將值8.1.1 不是所有的投資人 都可以做當沖 第二個 原來當沖啊 你要簽一些的文件 因此問題跟陷阱 來看第一個重點 對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什麼東西叫做現股當沖 那最主要就是現股買進 跟現券賣出相同的股票 就相同的數量來做相抵 舉個例子來講 譬如說你今天買2330的台積電 你買了5張的現股 然後價格假設上去之後 你想要把它沖掉 然後你賣5張 這5張就底掉 那如果你當初一開始買10張 那你只想沖5張 你賣5張 那最後底掉就是只有5張 剩下5張的一個現股 所以這個是現股當沖的一個意義 再次明澤講到重點了 你的2330台積電的5張 是多少錢就是多少錢 我們假設如果台積電一張是60萬的話 現在是600塊就是60萬嘛 60萬才上5張是多少錢呢 算一下是300萬 然後台積電漲到了610塊 你想要把它賣掉 那當天的有沒有可能一天 當天漲10塊 10塊錢可以啊 你10%是60塊嘛 對 可以 所以可以喔 所以當天我就同樣2330也是掛5張 把它賣掉 但是已經漲到這是600塊 漲到了610 那這邊呢就是305萬 沒錯吧 305萬 當天買 當天賣提醒您 張數要一樣 標的要一樣 那我就是當沖賺5萬 所以這是先買後賣的現股當沖 沒錯吧 沒有錯 當天喔 當天的這個都要一樣 然後賺5萬 305減掉300就賺5萬 清掉之後所以是現股用白花花的銀子 沒有融資券喔 那這個就是第一點再來 第二個就是在整個現股當沖 它區分成兩種形態 一個就是先買後賣的當沖 那另外一個就是剛剛那個投資人 他所談到的先賣後買的一個當沖 但是因為他不符合資格 所以他賣掉的是他手上庫存的那一張 如果正常來講 你手上是沒有那一檔股票庫存的話 那你又沒有這個符合現股當沖的一個 資格的時候 你想要賣出他會那個 那個系統會提示你說 你手上的庫存是不夠的 我懂了 回到剛剛的粉絲 也就是如果這位粉絲呢 當時是沒有庫存的 沒有 可是他要進行當沖 他就賣這樣 然後買這樣 可是當您下單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顯示 你沒有股票 所以你沒有辦法進行當沖 因為你沒有股票可以賣 沒錯吧 除非你先把一張股票買進來 就像剛剛的舉例 然後再把它賣掉是這樣 是當天完成 清掉接下來 好 那這個當然最主要是要提供投資人 幣錢管道跟完備交易機制 因為有時候行情波動比較大 或者說是你覺得他的那個股價漲勢 超出你的預期就夠了 那你想要把它出掉 這個是當初推出現股當沖的意義 不過因為它還是具備有一定的風險 因為比如說剛剛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或者是說你最後沒有沖掉 這個其實很常發生 我們稍後跟大家舉例來做說明 那因為它具備有一定的一個風險 所以要符合一定的資格 而且簽署相關的文件 你才會具備有現股當沖的資格 明治講得好 這張資料重點一 現股提醒您 這邊的現股當沖 現股所指的是多少錢買 就是我全部的錢去買它 到最後張數把它賣掉 這叫現股 跟借錢來買的融資 借券來賣的融券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拿自己的錢 但是不是隨便的人都可以當沖 一有一定的資格 但明治會交 你符合資格之後 不好意思 你還要再簽文件 文件聽說有一兩份吧 所以我們往下走了 這麼的嚴格要求是有限制的 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現階段這個市場 你如果要做當沖的話 大概有兩種形式 先來講剛剛所教的現股當沖 我們先來講現股當沖 第一個就是要開戶滿三個月 代表就是說 你在市場當中有這個交易了一段時間 有經驗了 對 不限券商 也就是說你在其他家開戶買三個月 你要拿去另外一家去開這個資格 其實也是可以的 那最近一年呢 成交的比數要超過十筆 你不能夠只單純開戶 然後交易很少 你至少要交易十筆之後 才代表說你瞭解市場的一個規則 那第三個 因為事實上我覺得那個粉絲 他應該是符合這兩個條件 但是他沒有做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講他有一定的風險 所以你必須要簽署這個風險預告書 以及蓋瓜授權書等文件 蓋瓜授權書就是你買進來 然後你賣掉 他也不知道說你要不要這個做當沖 那授權給券商幫你處理這件事情 這個叫做授權同意書 換句話說我必須有開戶 還要有交易的經驗 至少要十筆以上 有經驗你才知道是有風險的 所以這些的條件 再加上風險預告書 然後簽什麼文件 聽說先買後賣 先賣後買都要簽文件 這是現股當沖 全部都是拿自己的錢 可是如果我是借錢買股票 借股票來賣的資券當沖呢 對 那這個如果資券當沖的話 一樣是開戶要滿三個月不限券商 最近一年成交超過十筆 這個都跟下面是一樣的 那另外因為他有一個資券的額度 所以交易的金額要超過 申請額度的50% 現在的低標 我記得應該是50萬 也就是說你至少要交易25萬以上 你才能夠開這個所謂信用交易的帳戶 那另外當然會簽署一些 開立信用的帳戶的相關文件 例如說風險預告書 然後個資什麼 大概十幾個通知事項 會請你去做簽名的動作 這個資券當沖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來個白板好不好 如果我現在日韓要做 先賣後買明哲教大家 我是不是要先借出一張股票 然後該黨標的 譬如說當天是漲這樣 看好了 我借了這張的股票 早就借出來了 因此借到這張股票 融券我就在這個地方賣 然後回補 這邊因為先賣高買低 我這邊逼的點 把它回補買回來 這個點把它賣掉 是這個意思囉 對 但這裡是資買 如果你是當沖的話 你要用融資買回來 對 如果你是隔天的話 你券賣 譬如說你今天空 明天想要補的話 你就要用這個融券把它買回 這個是不一樣的 等一下 確認清楚了 太好了 也就是我本來是借股票來賣 空它 我當天如果要回補 我必須要借錢來買股票 把它買回來 所以這邊是融券賣 當天融資買回 沒錯 第二種情境就是剛剛說的 因為我是先賣後買 可是如果我今天 是要先買後賣的話 來 請看 我的股票今天長這樣 我很幸運 因為我是先借錢融資 來買股票 借錢買股票 買在這個地方 我先買 結果來到這個地方 哎呀 漂亮 這個X的點 我已經大賺10塊錢了 在這邊的賣 請問喔 這時候我是先借錢買股票 我的賣是怎麼賣 券賣 券賣 對 就是一樣的 同一天你就是資券要戶底 對 聽好了 這個觀念很重要 我借錢買股票 當天的買 當天要賣掉 這邊的賣 可是要借一張股票來賣的 所以如果是當天 同一天是資買券賣 但是如果是隔日的 隔日再衝掉 資買資賣 資買資賣 聽好 因為我今天買這樣 然後收在這 明天收在這 我可以賺10塊 賺5塊 所以如果我今天是用資買進 明天再來賣 那就是這一張的股票 資賣掉 沒錯 聽好 所以如果是當衝 隔日衝是資資或勸勸 如果是當天可是資買勸出 或先賣或買是勸空 資補 漂亮 觀念懂了嗎 清掉之後 我們注意事項 好 注意的事項 我覺得有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標的是不是有新的訊息 造成轉折或者是助漲 助跌 簡單來說就是譬如說 這個最近譬如說航空類股大漲 對不對 大家都講說是要開放 假設哪一天突然想想 疫情又嚴重不開放 這個就是一個轉折的訊號 所以方向可能會跟大家想的 原本不一樣 或者是助漲助跌 那助漲助跌 當然包括營收財報 這些數字開出來 它都可能造成當天股價 有大漲或大跌的機會 第二個就是波動大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停損 避免在接近漲停 或者是跌停的時候 去做反向的交易 簡單來說就是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其實去年7月份 發生非常多的違約事件 對不對 那個違約事件來自於什麼 就是大家都衝那個航海網 對 但是鎖住跌停板出不掉 怎麼辦 那你就變成說我沒有錢交割 我就違約交割 所以當你這個股票非常接近漲停 或跌停的時候 你寧願不要做 你也不要說我要硬空它 或者是硬做多它 它會存在一定的一個風險 關聯報告 這個注意事項太重要了 幫我來一個掰半 也就是呢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當沖 請留意兩個點 明哲剛剛的提醒 行情走多頭一堆好消息 除非真的有大的利空 讓它的股價正式轉折 要空再來空 然後呢 該股票爛得不得了 可是呢 本來都是一大堆的壞消息 除非真的有好消息 要轉折 真的有機會轉多了 要當沖再來沖 沒錯 也就是當沖呢 往往會在最好的轉折時機 還有另外一個 如果這個股票是當天的變化 它已經攻到了漲停板 麻煩您不要再硬去空它 如果它已經打到了跌停板 不要急著去買它 這個我講一個事情 因為事實上我們剛剛講的是說 像航運股那時候快速跌停 對不對很多人衝不掉 它會有這種所謂的 我要交割的問題 因為我出不掉嘛 對不對 那它就會形成這個所謂違約交割 那另外這個其實有一個 很很重要的現象 就是因為我是先倔賤來買 對不對 所以當我最後我收盤 我補不回去的時候 我必須要借一張股票來完成交割 那這個利率 事實上根據主管機關規定是7% 那目前市場大概可以 大概都是4% 我講的這個不是年息 這個是日息 就是說如果你當天交割的金額 假設是100萬 那你最後補不掉 你光這個所謂借券的費用 大概就要4萬塊 還不包括你的損益 所以如果損益加進去的話 可能錢會更多 跟您報告 借錢買股票借股票來賣 不是平白無故的 都是要有利息的 沒錯 今天的明哲講得真好 所以明哲提醒的兩大注意事項 麻煩您一定要保護自己囉 至於當中的操作技巧 我daily每天都會交 不用急 明哲謝謝您來請回座 所以當中 陷阱多注意事項就更多了 不過講到了多 3月份的行情還走多嗎 郭威大哥來請上來了 今天是2 8 我們3月份會 單單的3月天 還是說3月份行情一點都不大 會走多呢 您覺得3月份 3月份行情會很亂 我剛唱歌你怎麼沒有接著唱呢 因為我歌聲沒有你好 所以我不好意思唱 3月份行情會變得波動很大很亂 但是會逐漸地遞減 它跟三件事情有關 比如說3月份 我們有看到有三件事情 第一個我們叫做通膨 通膨 對通膨一定會影響到股市 第二個叫做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就是說一些的 比如說烏克蘭 俄羅斯的事件 第三個就是升息 這三件事情會牽動3月份 最大的一個變數 通膨 升息 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 對 那個惡烏情勢真的是 所以3月份依舊這三個變數 會左右著多空 是 3月份的行情 會從所謂的三角收斂 會從所謂的三角收斂 它會進行三角收斂 進而走到所謂 鄉形震盪的格局 改成鄉形 對 從3月份 會從三角收斂 變成鄉形震盪格局 這個鄉嗎 對 鄉形格局 3月份為什麼會從大收斂 三角變成鄉形 好 事實上我們來看 3月份我剛剛講過 有三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是通膨 請問淚涵 通膨是不是大家都明確的知道 連特別節目還繼續考我呢 通膨 沒錯 至今人在全球蔓延 大家都知道 Yes 那升息你要給他圈還是差 升息當然是圈 因為3月份 零準會現在非Watch 是升息一 所以升息也確定會發生的 錯 升息要差 為什麼是差 為什麼升息差 第一個 到底是哪一天升息 第二個是升息一碼還兩碼 這個確定不確定的變數 不存在的時候 還沒有發生的時候 市場最怕是那種未發生的事情 所以它還是會簽弄的行情 如果兩碼回檔的空間比較大 如果一碼定型就往上衝 所以這是未確定的事情 我完全認同這觀點真好 跟您報告 股市不怕利多 不怕利空 不怕漲不怕跌 就怕未確定的變數 就怕模糊地帶 要這樣不這樣最害怕 所以升息反而成為變數 是 好 那還有一個地緣政治呢 地緣政治你給他圈還差 有啊 我怕我講錯 無關先講啊 好 我覺得地緣政治應該是缺 也就是利空出境 因為恶無情況 在3月份應該會畫下句點 還是一樣給他插 有錯 真的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像先前 那個普丁說 開始接管這個烏克蘭出來的難民 其實我們這樣講 如果已經明確的決定了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答案 可是也許後面又知知曉曉 紛紛解決不斷產生 又發生零星的戰役或是變擴大 當沒有人知道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都變成一個未知變數 所以會從原來的一個三角收斂 他因為這個變數 還是在後面不確定比較大 他將來會走一個波動的增大 就是3月的行情 重點就會發生這種情況 所以不要請我提醒大家 我好喜歡口渡大哥 特別節目今天講這個 因為明天就3月了 原來3月份跌破大家的眼鏡 升息不是底定的 地緣政治不會畫下據點 當反反覆覆拿捏不清楚的時候 行情反而就劇烈震大 是 沒錯 完全正確 清掉之後接著這一章 好 各位你要記住 箱形格局是更大的趨勢 當然 它是市場已經反映說 將來的利多只能漲到這個地方 將來利空只能漲到這個地方 就短線來講只能抵到這 所以在未來很大的變數 利空利多的時候 你要反向去思考 如果說今天利多衝到這個壓力區以上 那很簡單 都是短線上要偏向站在賣方 一八六一九 對 如果敢衝到這個地方 都是要站在賣方 因為過去的套牢賣壓 解套賣壓 追買的醫院會下降 套牢賣壓解態賣壓 會在這邊出籠 所以第一次一定要站在賣方 但是只要打到這個地方 過去政府關股都在這邊都開始互盤了 如果有什麼大意外 打到這個地方 你都不要擔心 但是你這個地方是一七一六七 真的會這麼深嗎 因為這邊是一七五零零 一七六零零左右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了 一些升息不確定是否拖延 或者延後市場的信心會動盪 再來所謂地緣政治 到底烏俄事件會不會擴大 那都會有一些空間給他在這個地方 好 清調喔 我在廣告前先留個蟹子 因此呢 回來我想問葵葵大哥 天啊 這可是半年線 下面還有一條年線 所以是不是預告著三月份的台股行情 半年線年線勢必會破掉 一定會跌到這兒嗎 那如果是這樣 問一問二 先回答我第二個問題 那三月份選股票操作勢必更難對不對 邏輯上是這個樣子 是 謝謝您來 先請回座 那真的會破嗎 行情 三月份呢 您的操作技巧 策略 應對 還有哪些重要的題材 帶葵葵大哥繼續說清楚 那麼 博捷棒負責什麼呢 你以為現在車市的行情 只有自駕車 電動車嗎 還有改裝車的行情呢 為什麼會有改裝車 這個我從來沒講過 東京改裝車展 已經開完了展覽完了 但超級勁爆的 博捷幫我預告 好 這個這一次的東京改裝車展 我們看到Toyota的社長豐田張南 在敵對這個車廠的產品前面 駐足良久 到底是什麼樣產品有這種魅力 另外 我們從這些車廠 御用改裝廠的角度來看 到底這次的亮點在哪 如果改裝車展沒有耳後的期待跟商機 為何對手敵人或正在你的櫃前 看個老半天呢 想當然它是在思考怎麼對付你了 換句話說 不要小看 改裝車展的商機真的很大 怎麼 catch住呢 讓博捷告訴你 因為很少還是不熟透的東西 在我看中四周的電視 都有gun心 在乎都可以這樣拿回旁邊 什麼意思呢 我去見一講